很多人不想让我来说一说 机灵姐为什么那么能说会道 这是可以说的吗 不能 她说不能说 开玩笑的 机灵姐能说会道 主要是因为她喜欢说话 这种喜欢 可能从多次就开始了吧 因为妈妈每天会和她聊天 爸爸每晚会念故事给她听 后来她刚马一岁的时候 就会叫家里所有人的车位了 一岁笨不到就会背鼓势 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是培养的功报 妈妈确实也很注重培养 但是我也清楚 科学的培养也需要科学的营养加持 我会很有意识地去引导她说话 带她看世界 带她与人交流 并且聆听她的表达 当然我非常重视科学补助营养 因为一岁左右是宝宝思维发展的关键期 这时候宝贝身体的75%的能量 都会集中用在神经系统的发育上 小朋友每个成长阶段 都有不同能力的发育关键期 尤其是一岁左右的思维发育 错过不可逆 在关键的时候 补充关键的营养 让孩子不熟在气泡身上 最后妈妈还想告诉大家 不用去羡慕其他人 给爸爸科学营养加培养 同样可以让孩子健康机灵 一一发光 希望今天的回答对你们有帮助哦 还有什么想问妈妈的 尽管问 我有时间就会给你们回复哦